本題是梅林江旅行所拍攝的相片等等 剪報去分享的一些 其實做完我先DEMO一下 剛剛試做了一下這個簡報 做完其實把它播放一下給大家看 基本上就九份 目前外國最喜歡去的 現在基本上你到九份 應該已經看不到台灣人了 因為都是日本人就韓國人不然就那個陸客 因為我上次才去的 那個小小的一條街裡面擠得滿滿的人 都是外國人 你沒去過嗎 真的嗎好多人非常的熱鬧 那裡面當然你如果去的你也可以看到九份 因為 這個我出生的地方離這邊其實還蠻近的 所以對這邊其實相當熟悉 我記得小時候這邊基本上沒有什麼觀光客 沒什麼人類很荒涼的一個地方 曾幾何時 因為那個侯孝賢拍了一部 那個什麼 一部電影叫什麼 侯孝賢拍了一部電影之後 這邊就就非常的熱門 請問那部電影叫什麼 我好像有點忘記 就是電影嗎 你們Google一下就知道侯孝賢空一格九份 答案就出來了 對 悲情城市 那一部電影拍了之後的話 結果這邊就整個就紅起來了 那 再來的話呢 當然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分享什麼 比如說南莊 那南莊其實本來也是一個很偏僻的一個小三層吧 可是好像我記得就是因為 有一個 有一個回去 他從外地回去 然後開了一家叫三芙蓉的一個 一家餐廳之後 發現後來的那個旅 這個遊客就絡意不絕了 而且那邊的人就慢慢把那邊 整個 社區 整個把它花種起來之後 整個就變得比較 有那種 就是 感覺像桂花像等等 這邊就越來越有人去到那邊玩 然後其他的話有哪些地方 像 大家最想 喜歡去的像什麼日月潭 日月潭這邊有一些照片 OK 另外就是墾丁 不過聽說墾丁最近蠻慘的 但是看起來其實還是 蠻漂亮的 還好吧 沒有那麼髒 真的嗎 真的 這一定是很久以前的照片 好啦 OK 不是啦 不過我們這不是重點 我主要是 我們重點就是做簡報 其實像我也蠻喜歡 那個海上活動的 因為像 不過比較是喜歡到像基隆 基隆的那些海邊 我蠻喜歡到海邊游泳的 OK 好 如果說今天的話呢 我們 假如說要做類似像這樣的簡報的話 要怎麼做 基本上 他提供給我們一些東西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開啟什麼 開啟那個104題的練習題 那你可以看到打開來裡面 總共他裡面會有 總共三個拋PPT的檔案 另外的話呢 還有 總共會有幾張圖呢 總共會有這麼多張 總共會有 13 14 15 16張圖 那這16張圖呢 實際上剛好就是每一個景點就4張圖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快速的把 這16張圖 放到PPT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而且我希望呢 每一個簡報呢 放4張照片的話 那其實最快的方法 題目裡面好像第一件事叫什麼 第一個 新增相簿 將景點圖片匯入 產生一個PPT檔 第二個的話呢 要調整順序 因為進來的是九份 好像先日月潭 然後再南裝 所以你要把日月潭 把它放到後面去 就兩個顛倒一下 再來的話呢 它的圖片外框改一下 並且 每一張那個圖片下方 要有檔案的名稱 所以要把檔案名稱也加到那個 每一張圖的下方 並且修改這些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104題部分 題目先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104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另外的話呢 也請各位 利用那個這個範例 然後呢 找一個變化題 所以呢 那也許你可以先收集一下 那個你之前 去 曾經旅遊過的景點 然後呢 找出一些圖片出來 那我們 待會兒 要利用這些圖片 你們做個變化題 再來的話 接下來第一個 他說要做什麼 新增相簿 將景點的圖片匯入 那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一樣 先開啟什麼 開啟那個104 那並且開啟這個PBD01打開 那裡面沒有任何圖怎麼辦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新增圖的話 請各位注意喔 前一題是從大綱插入啦 不過這一題是插入什麼 相簿 那這個相簿裡面喔 有一個蠻好用的功能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就是 如果你以後要把相片 變成一個相簿的PPT的話 你可以散用這個功能 插入相簿 新增相簿就OK了 那首先第一個 把這個插入 新增相簿按下去 第二個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圖 你的那個相片在哪裡 瀏覽一下 所以檔案有沒有 點一下 那找到桌面上面的那個練習題 我把它放桌面上 104 那裡面有這些圖 所以請你把它全選 全選最快就Ctrl-A啦 所以你會發現Ctrl-A蠻好用的 全選 全部選 按插入 這個時候的話呢 圖就進來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他要是九份 第二個是男裝 但是問題他的順序是 九份 再來日月坦 所以請你把日月坦怎麼樣 把它往下搬 那怎麼往下搬 特別注意 你把這四張圖先打勾一下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搬到下面 你可以按一下往下 OK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圖 放過來之後 再去移動 他的投影片順序 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我們先用這個方法 試試看 那男裝下面有四張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按一下 這四張會向下一個 所以有在男裝的下面四個的話 請你按四下 1 有沒有 男裝1跑到上面了 2 男裝2跑到上面 3 4 所以特別注意 有四個 OK完成了 那接下來的話 他做什麼 他順序 第二個就是 圖片的外框 OK 這邊有個圖片的外框 叫做簡易框架白色 所以接下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他要好像四張圖片 一張有四個 一張有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這個地方給四張 然後外框的話就簡易框架白色 簡易框架白色在這裡 另外好像他說 標題在所有圖片的下方 這個要打勾 再來就是 每一張圖有該圖片的檔案名稱 不僅主題的話呢 就是使用什麼 使用他 瀏覽一下 104裡面有一個 那個back這個 這個這個 PPT 然後把它按選取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要寫個 這個 插入相簿之後的話 這邊把圖放進來 把這四個 往下移動 並且這個要打勾 四張 白色 然後再加上布進去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建立好了 OK 你會發現喔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不一定要四張 你也可以 一個 投影片一張也可以 兩張也可以 這個數字的話 可以自己去安排 而且你會發現 然後他要簡易的那個白色框 底下又有那個 他的圖片的名稱 所以呢 感覺上其實還蠻一目瞭然的 OK 所以其實用這個方式 做相簿 相當的方便 第二的話呢 將投影片大小改為標準 4比3 確保最四大小 那怎麼樣調整他的 那個大小 請你切到設計 投影片大小 他預設呢 是16比9 所以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4比3 OK 這邊的話呢 把推面大小改為4比3 然後他保持最 最四大小 所以這邊確保 最四大小按下去 有沒有 他就自動怎麼樣 本來剛剛好像圖呢 會跑出去一點點 那以前可能你就慢慢一張 一樣調他那麼的時間 你乾脆什麼 直接按這邊 然後確保他的大小就OK了 那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二點 OK 第二點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點選那個第一張投影片 並且套用標題的那個 一個版面配置 並且將副標題內容修改為 點選標出的地名 所以這個要怎麼做 第一張投影片 改成什麼的標題 還記得吧 常用裡面一個 版面配置標題 按下他 OK 副標題在這裡 主標題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話 他說要什麼 改成什麼呢 點選標出的地名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輸入點選標出的地名 OK 那這樣的話 字就把它打上去了 那我們就完成了 第三點 OK 那底下的話 還有幾個呢 456 B等一下再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123先完成 我們把那個後面的幾題 把它做完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那個複製 就是台灣地圖這一張 那這一張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投影片 那你可以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 這一個有沒有 就是台灣MAP 這一個PVT打開 把這個Ctrl-C 貼到它的下面就可以了 Ctrl-C就複製這個投影片 關掉之後的話 把它點下面這邊 Ctrl-V貼上 它也會過來吧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游標放這邊 你可以用插入 什麼呢 跟著一下 常用裡面的那個新投影片 這邊有個重複使用投影片 也可以 如果你不開啟它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瀏覽 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檔案的位置 就是台灣MAP 然後呢 點這邊它會出現嘛 點這邊把它放到這邊 OK 那這一題主要是 就是我們要把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放到這邊的中間 那怎麼樣把它全選 特別說它裡面有好多東西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東西 那你要全選的話 記得哦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那個要不要Ctrl鍵慢慢選 不過可能會遺漏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常用裡面的選取 選取裡面有個全選 OK 那這一題的話 如果你用Ctrl-A 可能沒辦法選到 因為它不是文字 Ctrl-A是針對那個文字 或者像剛剛那個 那種 它固定的範圍 可以用剛剛那個方法 那如果 不行的話 如果你要選的是圖的話 記得可以用這個方法 全選 然後呢怎麼樣 複製按右鍵 複製之後 再到相簿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的話 就直接貼上就OK了 再把這個多的 刪掉 刪除按Delete就OK了 其實主要是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放到這邊 再來做什麼 做超連結 也就是說點這個 它會連到第二張 點這個要連到第三張 一直在推 怎麼去做超連結 最快的方法 按右鍵就可以了 右鍵裡面的話 有一個所謂的超連結 OK 特別說 如果你對那個 PowerPoint的功能不熟的話 建議你就筆記一下 或怎麼樣 或者 到時候 當然我會把它錄影下來 都會貼到Portal 不過你有些細節 假如說 比較記 記不太起來的話 你可能就稍微筆記一下 不然的話 等下你又 功能漏一個 就會做不出來 超連結 連結到哪一 特別注意 它預設是檔案 你把它改成這份文件中的位置 意思就是說 你要從這邊 連到第二張 那你跟他講說 你幫我連到第二張 按確定 那這個男裝按右鍵 點那個超連結 連到第三張 好 意思類推 所以總共會有 四個連結 那就一二三四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以後 你有連結更多的話 那你反正就點下去 就自動連過來了 那以後的話 你就 投影片放映的時候 點九份 他就跳到九份 點那個男裝 就跳到男裝 這樣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也可以善用這個功能 以後如果要跟那個 親朋好友分享一些 你到的旅遊的景點的話 其實這也不失於 為一種很 簡便的一種 分享相片 分享 平常那個 生活旅遊的一些 心得的好方法 因為畢竟他比較集中 再來的話 我們最後還做什麼 這些都OK了 然後呢 再來 設定投影片的編號 跟他的什麼呢 他的那個業尾 OK 那將設定 第二張投影片編號 為一 然後呢 從第二張投影片開始 每一張投影片 都要加上編號 跟業尾 並且顯示 業尾要顯示這個名稱 他其他設定 並設定的投影片 標題投影片不顯示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著 把上面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再來的話呢 怎麼 設定投影片的編號 然後呢 怎麼樣呢 投影片編號 為一 然後呢 這個地方 第二張投影片編號為一 那意思是說 第一張是零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 假如說這一張是一的話 那這一張就零了 所以零的話呢 怎麼設定 你特別注意喔 請你到投影片大小 一樣喔 切到設計 投影片大小 裡面有個 制定投影片大小 它是躲在這裡 也就是這一張 假如說 他剛剛說第二張是一的話 那第一張是零 所以請你把 這邊數字改為零 從零開始 OK 所以這邊的話改成零 第零章的意思 這個就第一張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數字變零了 有沒有 這一張變一了 也就是說一二三 九份剛好一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 相簿的連結 就是主要這個畫面 那接下來就說呢 他第二個問題是希望 怎麼樣 第二張投影片開始 插入那個 我們的編號 跟那個業尾 那業尾要顯示什麼呢 台灣旅遊景點 並且設定標題 投影片不不顯示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切到那個 插入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業首業尾的部分 這邊的話點進來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在插入 業首業尾 裡面的話呢 請你第一個打勾 業尾輸入他要的名稱 這個打勾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第一個要編號 第二個的話呢 不過你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他到時候這個 每一個後面都有編號 業尾的話 顯示呢 他要的名稱叫 什麼呢 台灣旅遊景點 然後投影片標題不顯示 123 OK 全部套用一下 記得要按全部套用 好 接下來 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邊就會 台灣旅遊景點 1 台灣旅遊景點 2 所以未來 如果我看到這個結果 不OK的話 那表示你是做錯的 下方 業首業尾 這個地方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做什麼呢 設定那個 簡報只會 撥第一張 就是這個 超連結的地方 其他沒有辦法 播放 那這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讓他不能播放的話 你就要 在投影片放映裡面 設定投影片放映 預設是全部都可以放映 那我們現在呢 只能放第一張 第一張編號是0 所以你把它0改0到0 意思說 他只會跳第一張 第二張 跳第一張之後就結束了 他不能夠跳第二張哦 所以0到0 記得哦 是投影片放映 裡面的投影片設定 把這邊改成0到0 OK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是 正確的 你可以播放看看 如果你播放 這個第一張之後啊 假如你往下捲動 或點一下 他就結束了 意思就是他只能播第一張 後面呢 那你想說 老師那後面怎麼辦 後面只能透過超連結 有沒有 有沒有 他的意思是這樣啦 所以你就一定 只能這樣 再點一下 他只能 跳回去而已 所以你不然點一下 又跳回去 也就是說呢 他的播放呢 只能夠在 這個 連結跟 這個 相簿之間做切換 所以特別注意 最後的話呢 把 所有的字型改為 委婉證黑體 那最 最快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切換到那個 檢視裡面的大綱模式 大綱模式裡面的話 你把這邊Ctrl A一下 字全部選起來 做什麼呢 常用把它改成那個 微軟正黑體 不過我建議啊 不要點上面 好 我記得如果 將來考試的時候 點上面好像沒有分數 要點下面才有分數 把這邊呢 全選之後有沒有 記得是用什麼大綱模式 才能夠選到所有的字 然後呢 全部變微軟正黑體 然後 並且再把它切回到原來的標準 OK 這樣子 就大綱模式 最後的話 你就把它儲存一下 檔案名稱的話呢 就存成 10 104A 然後把它存到桌面好了 把它儲存 OK 那把那個剛剛的重點 怕你們忘記 把重點回應過 1 就是 請你先到那個 設計裡面的投影片這邊 制定大小 編號改為0 2的話呢 就是 插入這個 夜首夜尾 123 OK 再來的話呢 就是 再到那個 投影片放映裡面 設定 他只能0到0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記得起來嗎 游泳 試一下好了